YOW KC 最臭什麼? 什麼? 野光啦大佬 你又是 多謝你給我了解更快 大家好,我是小郭 來到2022年11月 很快就到年尾了 在這裡跟大家說聲新年快樂 是嗎?都恭喜發財 今天來到KRO Mid Valley 4-2 Roadshow 特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2022年比較新的款式 可能大家都比較少見的 這些新的標款 波爾這個牌子 我先講講我自己的感覺 比起同級 好像Long Jin Long Kim 雷達 Rado 或者是這些 Holix Oris 這些牌子 BOR給我感覺比較 怎樣說? 比較硬正 就好像給人感覺比較吸引 這個牌子一直想帶出來 給消費者、玩錶的朋友 這種感覺 今集我邀請到這個 游帥仔、游專業 他的名字叫Kash 跟大家打個招呼 嗨,大家好 這個銷售完了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2022年有什麼特色的 波爾的這個標款 Kash我想問一下你 你對波爾這個牌子 有什麼心得? 你賣了這個波爾這麼久 這樣來說 其實波爾在北外府 除了夜光之外 它自己本身 也帶有幾個 幾熱款 以及很容易配搭的設計 例如說 有些 GMT 當然不只是R字 帶頭的牌子有 這個波爾牌 它也有 對 GMT Design Stop Wash 還有一些日常用的 日常用的 日常用的三支針 設計 Kash的意思就是說 Kash的意思是 Kash除了 給人很固定的感覺之外 其實它也有很多選擇 就是你由 日常用的 到一些很運動的 即是我們運動錶 運動款 然後到一些很Dress 或者到一些自家機心 計時錶 其實 通通都有很多的款 Kash一路來 其實它造標 設計 其實都有自己品牌的味道 這些都是我喜歡 Ball的 這個品牌的特色 好了 今天我們事不宜遲 就叫Kash 跟他們分享一下 Ball 一些2022年 有特色的標本 來到吧 OK Kash 跟他們分享一下 這顆標的名牌 叫什麼 哪個系列 這個 I'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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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行者 這個飛行者 究竟有什麼特色呢 首先 它的標徑 是40毫米 即是40mm 40mm 是40mm 這樣的話 是屬於 現在Heritage之中 中型的K size 一般上的男女都可以配戴 最主要就是 它的功能 不單止 除了它的椰缸 它還有 一般上 Voy會比較少用的 Power Reserve Indicator 你會知道 你的機心 裡面的Power Reserve 什麼時候會用完 再來 哇 這個其實都 這個功能 其實我個人 是很喜歡的 就是有Power Reserve 這個Indicator 即是你看到 你的Build 這個機心的動能 遲存 還行到幾個小時 這個其實我覺得 是一個 挺有趣 挺好玩的一個功能 這個特色 這個特色 OK 再接下來 你們說的話 在12點 12個小時 12點鐘的方向 它還有這個 Day and Night A.N.P.M. 隨時 小時分 轉來 你可以見到 你的時間 是屬於 早上還是晚上的定位 還有一個 小小的奧妙之處 就是它的 日期 日期方面 一般上 會類似 努力試 但很多牌子 都很經常會 在它的Sapphire Crystal 上面 加多一層Micro Loops 所以讓你容易讀日期 但這一個 是在 正正的日期上面 所以 我們叫做 內籍 內籍 算是很特色的東西 我想問一下 這個標 現在 其實 擁有這麼多功能 也好 它的價錢其實挺親民的 起手 它的原價是 8550 噢 大價真的 八千多 其實 我覺得 真的很值得 好 第二粒 我向大家介紹的 就是 這次展覽會的 其中一位主角 是來自波爾的 Engineer 3系列 這樣的話 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的面盤 是很特色的 是因為 它是漸進色的 紅 外面一看 是極致 Rig Wine 一位Cherry面 再加上 它是Sunray 所以看起來很出色 我一路來 我都有留意 Engineer這個系列 即是 這個系列 這個標款 其實主要有些 做到 有那種 好像 Dayjust那種 簡浴風 給人的感覺 看起來 很耐看 然後整個設計 是很乾淨 我覺得 這個是 這個標款 很大的賣點 我本身真的很喜歡 變成這個標款 其實很 很日用 你怎麼配 無論你 穿 你穿一些出街衣 或者是牛仔褲 或者是你做工的時候 我覺得這隻標 都是可以用到的 其實這個 我真的很喜歡 一點 哇 非常好 最主要就是 就是 我們 主要的功能 就是 它的夜光 它主要的廣告款 是因為 它是彩色的 彩色 它有不同的顏色 去配搭 每一個 Gas Keep Luminous 即是夜營光 是很突出 亦都很fancy 可能是一個 很modern的 顏色 那這顆標有幾大 這顆它本身的標徑 其實就是40毫米 即是40mm 好 好 其實它也有 這個系列 都出了很多顏色 是不是 我都留意到一款 最近比較流行 即是所謂的 一些淺藍 它們都叫成 怎麼說 Heaveny 大家都還可以看到 一樣的是 40毫米 40mm的標徑 加上 它的標誌型 日期上面 會有一個 Servoir Crystal Cyclops 但是最主要是它的 藍面 即是 Tiffany Blue 實在是採用Sunray 效果 所以如果是受陽光 反射之下 是很突出 很出色的 好 我想問一下這個系列 如果是大價的 其實這個大價 平均都是來自 9500 直至1萬出多少 哇 第三款 一個我自己 了解之後 我有一點點想入手 這個 因為它用了自家的機心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特色 可以吸引到我 我們就叫Cash 跟他們分享第三款 波爾這款標本 合理來說 它就是Under Engineer 3裡面的 正剛開始採用自家機心的 43毫米 標徑 這個黑面的 那樣的話 它不單止按照自己的自家機心 兼且它是擁有80個小時的功能 再加上 它這個標 它是用在Engineer特色的運動鏈 比例來說 它本身 很多時候 Engineer 3 它們給到的 鋼帶 都是要拔的 但是這一方 它是採用彈弓式 按就開 方便很多 接下來 就是大四款的不同的設計 這個是來自 Engineer Master 其中一個新款 是今年最新的Word Timer 這個Word Timer 這個Word Timer 來說 它最新的設計 一改以前 用標冠 來調校國際時間的風格 它們改用 用標圈 來調校國際時間 這樣的話 它還有帶 星期 日期 Day and Day的設計 當然它還有帶有 用 阿拉伯字 來代表它的9點 12點 算是一個很特色的設計 那 再給大家看一看 它的椰缸 其實也有很多摩登 這個來說 它的標競 就不算太大 42日 這個價錢來說 可能它會比較高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全球限量發售 全球1000顆 所以它的標價是13900元 其實我覺得一點都不算 13000元 工價來說 其實真的很值得玩 如果Word Time 因為很多人都沒有 Word Time功能的手錶 我覺得其實 很值得考慮 好吧 這顆 也是由波 運動潜水系列之中 所延伸出來的新系列 它們是Root Master Root Master 這個就是慣用的 它的標圈比較特色 它不會純圓 它會有一格一格不同的距離 是挺特色的 然後它們再採用 這個圖示圈 以及復古的DOOM鏡 以及這個是計時標 一般上計時標 很多人都會知道 都會當作很重 尤其是用在光標 但這個它不是光 它是用太金 即是Titanium 所以它會很輕 這樣的話 它的標徑是41毫米 即是41mm 所以在Under Heritage 中的一個 比較中型的尺寸 是很容易配搭 以以它的椰光來說 它會是這樣的result 其實它有三個不同的顏色 藍、黃、青的配搭 都很出色 全球限量81,000粒 但是它的價錢 只是11,150粒 在這裏就很感謝Cash 跟我們分享一下波爾 波爾的2002年這些 新的標本 比較有特色的標本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